大家好,大家好,又是我肥康 這次拍這條影片純粹是金國學期 兩國不合格,又要重讀 所以才來拍片,找回重讀的費用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 我上次講的符文攻防5的預測 都沒有什麼提及過 我對未來新作有什麼想要的特色 所以這次出這條影片就是想說 我對未來新作有什麼新的期望 這條影片是有字幕的 我都明白很多台灣的朋友都在看 在我說之前,希望大家Like、Share和訂閱本台 這次就和大家講其中五個期望 第一,這個迷宮可以更多元化 大家都有玩過符文攻防4的都知道 裡面的迷宮其實是打一些很少的掛燕 之後到盡頭打BOSS 而此類推 亦都會令到整個迷宮比較單調 最後在迷宮裡面會增加一些新的東西 例如地下雙城 而可以購買一些難找的素材 或者武器配方 添加了這些東西,地下迷宮 就會變得多之多彩 人家都會花很多時間去探索迷宮 第二,其實就希望可以做到同性結婚 這個功能最重要的是滿足一班BL和GL的愛好者 若果在符文攻防5 是可以容許有碰性伴侶存在 絕對是向符文攻防的支持者去派良 亦都會滿足這班人的一定的需求 第三,可以開放多人遊戲 在符文攻防3裡 其實都是有實行過這件事 玩家可以跟附近的朋友一起組隊去打怪 甚至是透過WiFi的功能去獎勵 但是在符文攻防4裡取消了這個功能 這一點是實屬可惜的 若果開放了這個多人遊戲的功能 玩家可以跟朋友組隊去打怪之外 亦都可以跟玩家去交換其他的東西 有了這個功能是鼓勵了玩家和玩家之間的玩度 亦都去增加了這遊戲的持續性 長遠來說,人們就會花更多時間去玩這遊戲 第四,希望可以種植不同的道具和農作物 雖然在符文攻防3裡面的系列之後 玩家是可以種植一些植物 例如一些劍草幫助你去打怪或做一些東西 你看回符文攻防4裡面 就有一些劍草和劍之盾 但是我發覺真的做得不夠 如果符文攻防不可以增加一些可以種植的武器類型 就像魔杖一樣 最好就增加自己特色的攻擊 最後,其實我也很希望斷造台可以減低物件的等級 其實也有玩符文攻防4也知道 斷造台只能夠升級武器 也不能夠減低武器的等級 我做了一把武器是不適合用的時候 唯有要做一把新的武器 如果可以增設一個減低武器或物件等級的功能 其實可以調校到這個問題 這次就讓我想到這五個訴求條 因為我的腦部也好 我心裡也有很多想做 但是時間也很有限 未必可以讓我去整理一下 自己想想什麼 或者如何做得更好 那好吧 這次就說到這裏差不多了 下次再和大家去見面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